大家好,今天是4月12日星期五 今天市場又跌了,三百多點 沒法止,星期五一定會有這樣的套利盤出現 上升的板塊就不多了 能夠上升,剛剛就有五個板塊上升 這就是這樣 煤炭一直都是強勢 天然和石油氣都是強勢 什麼叫做強勢呢? 總之之前是前濕的就OK了 黃金當然是強勢 電子和石油產品都是由中勢變成強勢 黃金及其他等級貴金屬 白銀升得比較多 還有黃金股又升 至於其他等級貴金股就不要看了 然後就是煤炭股方面 煤炭股方面呢 藍窩壁和這些 這些東西是升得比較多的 然後就是現礦資源、手鋼等等 中門能源也是升的 蒙古能源也是維持的 沒有什麼升跌 這些都是可以留意多的股票 然後就是中標珠寶 其實都是很小的股票 除了這隻之外 這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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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幅呢? 不過由於細域升下 就變得多了 以變動率計、升幅計多了 帶動了整個板塊都好像很好 接著石油的天然氣 這些就是真正正的硬炭股 雖然是細域升幅 不過整體的石油天然氣 都是受到帶動影響的 電子及消費產品 就因為有所謂的 家電的舊換身等等 將會有些幫助影響得到好的 接著我們看看個別股票方面 個別股票方面 很多都是跌 不用考慮了 只是小米可以升 那就升多一點 因為這些大價股都會升多一點 其他都是金屬股 紙巾 超金 這些就是由上升 在其次方面 又不太好 又回視保利家通道中族支持 這個中族 目前的位置 就在1678 對不起 對不起 中族 中族是在16775 16775 所以記住 站在16775之上 就比較好 當然啦 如果跌跌穿 都好像這樣都可以 但最緊要 三天之後要爬上去 於是現在就不太多說了 等世界好 今天可以留意一隻股票 叫浙江細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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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